大家好,我是麦子玄的讲师,我叫马锡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第11讲 就是定时器的基础开发 那么我们讲定时器的基础开发的话 我们现在是讲一个通过查询的方式 那么查询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肯定要知道一下它的一个寄存器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是为了看效果 我们用的是LED来展示一下 我们就是一秒钟进行一次闪烁 就是亮面,然后一秒钟 那么就是亮0.5秒,灭0.5秒 大概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定时器1的三个寄存器 我们用的 那么前面是一个控制和状态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定时器的 一个其他状态的一些寄存器 然后这个就是它标志中断 输出的一个寄存器 那么我们要做的话 比如就是说现在我们开发的时候啊 啊,时钟没有选择的话 没有进行配置 那么系统默认的时钟 就是两分屏 那么就是16兆 我们可以算一下 16兆 那么16兆我们要进行 等到0.5秒我们可以进行128位分屏 16兆除以128分屏 那么那么这个定时器的 这个就是定时器的频率 那么定时器的频率的话 那么是不是 嗯,就是代表哈 每一次,每计一个数的频率哈 这个意思 那么每计这个数的频率 那么我们就1除以 我们清楚 1除以0.125 对不对 那么我们每一次记住的频率 大概就是8.5秒 是吧 8.5秒 8.5秒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多少次哈 我们就 一用16进制 FF 我们记FFF 是吧 这么多 然后这么多变成10进制 就是这么多 然后每一次是多少 来 8.5秒 那么我们定时 那么定时器 我们设的每一次就是 你可以除以1000 就是524毫秒嘛 再除以1000 就是0.5秒左右嘛 所以我们就配置成这个样子的话 大概就是 0.5秒左右一次中断 因为 因为1除以0.125兆 那么它就是每 每一个计数是8微秒 那么8微秒 我们要变成 8微秒的话 我们我们要变成0.5秒 是不是 差不多就要 我们就记FF嘛 那么0.52秒嘛 那么全部就是 达到FF 就是0到FF 总共是6万多次 6万多次的话 乘以一次8微秒 那么就是每一次定时器 议出以后 就是这么多时间 嗯 然后我们第二个计存器的话 就是 使能它的一个通道 哪一个通道进行中断标志 然后第三个就是查询它这个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就进入一个程序的写吧 那么 首先我们写的时候 肯定是不是得 把一个头文件 include进来 是不是 include一个文件进来 就是aocc2540 那么我们还可以再定义一个 我们定义一个类 类型 就是 5符号的 chart型 chart型 我们定义的 unchart unchart型的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类型定义就是定义一个 我们再定义定义一个什么 它就为p1-0 因为我们是用的0号 p01 p10作为一个灯的输出 因为我们原理上 这就是接的p10 好 我们做到一做 我们肯定就是初始化一个灯 是不是 word 初始化一个灯 led init 初始化 初始化灯 我们是不是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出模式吗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就是p1 dir 这个 这个我们只要护上一个 护上 0x01 就是对应的p1号的第0角 因为01就是这样的 0x01 p10为1 那么它就是输出 那么它是输出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先初始化的时候 就把它弄为低电屏 就是关闭 因为我们原理上的话 是把它接到供应的 所以它就是0的时候 灭 然后就是灯的初始化 然后我们就初始化一下 定时器 Word t init Word 刚才我们说的 有一个是状态上去呢 一个是其他两个是要进行配置了 那么配置就是 tectl 那么这里是怎么去配呢 我们刚才要说要做128分屏 是不是 128分屏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用一个计算器来把它显示出来 好看一下 那我们它128分屏 那我们它128分屏 就是第三位和第二位是那个 1211的 1和0位 我们是从 让它从0到FF进行变化的 那么我们就是1和0位就选01 那么其实前面的就是都是000 后面的就是第三位就是1 第二位也是1 那么第一位是0和1 然后转换成16进制 那么就是0d 是不是 那我们就这里就设置一个0d 0x0d 这里就是设置它128分屏 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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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嗯 变化 重转 就是说他每记完FF 然后又重新重00 然后又记一次又起一次就这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计程器是什么 啊就是一个状态的 那就是 T1的 STAT 然后我们把它设置成什么 我们也要看一下 他我们这里就是选择零通道吗 是不是零通道 那么他就是零通道 我们选择零通道是不是这里就是 腰了 然后上面的是 上面位数我们要默认为一下就是 设置为二腰 中断有效 我们再设置一下 零 零 零 X X 21 我就是选择零通道 然后我们配置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主函数的一些设置了 那么主函数我们怎么去设呢 那么我们肯定要设置一个时间是不是 那么那么他那个就是那个 T1的话就是每一次 0.5秒 我们做1秒闪烁 我们就定义一个 技术的一个东西 就是数 啊 当前的个数 Count 我们就计为Count吧 然后初始的话 我们给它零去 然后我们记得这个以后 我们肯定就是要先初始化AED咯 每用到什么都要初始化 不然你不初始化 它就没有起作用 我说你你编译的时候 虽然编译能成功 但是你没有把它调用起来 那相应的功能就没有去实现了 那么你弄它的话 肯定就去把它初始化一下 初始化一下 我们就来一个Y循环吧 因为每次 这有这样的话是那个 主函数里面一个特有的一个结果 Y循环说是我们每次就要判定 那么我们就每 用查询方式 我们每次就要判定 定时期此时是不是溢出了 那么就是ARCount就是检测 当前如果唯一是不是中断有了 但是未觉 未觉 然后0的话就是没有中断 那么我们判断的话 肯定就是判断它是不是有中断 我们就是记什么 就是记ARCount判定 ARCount 是不是大于0了 如果它大于0代表什么 代表有中断进来了 有中断进来 我们就先把中断清除一下 是不是 ARCount 先把中断清除一下 那么我们要记一秒钟嘛 那么我们就再判断一次 那一个Count Count在这里 我们这里可以 可以有很多写法 我们这里可以这么写 就是Count 下架 下架 然后是否大于或等于1 因为1次是不是 0.5是不是 它大于1刚好是0的时候是0.5秒 1的时候刚好是0.5 刚好是1秒了是不是 那么1秒 时间大概是1秒嘛 1秒以后 然后再把它清除 Count再清除一下 就把它重新归零 记住 是不是 然后1秒到了以后 我们要干嘛呢 1秒到了 我们干嘛 我们就 LED嘛 LED我们就 给它取返嘛 它等于 LED 第一嘛 就每次取返 每次亮面亮面 这就切换嘛 一秒切换一次 好 那么这样 我们的程序就可以写完了 又可以编译一下哈 好 这里有 AO 好 这里少个点H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仿装一下哈 看一下效果 来效果就是1秒钟闪烁一次 1秒钟闪烁一次 是吧 就是1秒钟闪烁一次 我们还可以做通过这个定时器做其他的 我们还可以 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如果要更久时间我们可以加 你看 加 2 然后就是再加一个1.5毫秒钟 好 就先再编译一次 我们可以再弄久一点把时间再调一下 就是 我们可以再弄久一点把时间再调一下 然后再调到5 那就是大概2秒钟到3秒钟吧 再编译测 然后再反正 全速 就会久一点 是吧 如果我们弄到0的话那就是会快一点为什么时间越小它就越快 我们弄的0大于0 那么我们就不能写等了啊大于0了 那这里再编译测 它就快了 好 是吧 那就快很多了吧 当然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这里还可以改 怎么改 时间我们可以改就是说定时期的每次每一个技术的定时的时间 然后再教大家一个技术的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位去配置它 那么它每次技术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第三位到第二位之间就去设置它 还有通过 时钟 就是说系统的一个时钟 这是它的一个系统时钟分一个分屏吧 你分的越小是不是 它的那个就时间就会越大 因为它的频率就就大一点 它的周期就小了 周期小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选择它的一个运行模式 如果是T00这个1位和0位这个是00的话 它就是暂停运行 01就是自由运行从00到F 你还可以设置一个10从它到TCCOM的 然后反复计数 这个COM的可以到那个有一个计存器设置一下 还可以11就是说从00进到这个 然后又从00又返回的到它 就是这个是这个TCOMCC0的话 这个是可以 你想设置成多少数字都可以 比如说你要通过计程去配置相应的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中段 那么你就可以是通过设置相应的位选择 哪个通段可以有效 然后我们这里是选择的 你就是说前面两个号是20 就是2的话就是这和40 是不是5T5位就是1 刚好是设置定制器和它的益处中段 就是刚好这里两个加上前面 第7和第6位0010就是刚好是2 然后下面我们是选择0通道 刚好是前面都是0下面是1 那么我们就就选择就是21嘛 这里 就是设置为L1嘛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同学们课后可以去练习一下哈 然后可以设置相应的那个电视器的一些 计存器可以去设置 然后弄成相应的一些效果 看有没有去实现比如这些东西 然后再检测相应的其他一些通道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